這個疫苗 原本有一次最好的機會 就是在我們BNT疫苗 就是要進台灣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BNT的疫苗 那個時候是個現貨 3000萬劑可以給我們 這是絕對不會出問題的 那個絕對不會出問題的 可是他就故意把它放掉 那放掉是因為台灣內部政治的壓力 給他故意黃掉了 那現在的話 他就不得不去走期貨的這個市場 這個期貨市場當然是完全不可預期 你看印度一把火 就把我們最有可能買到的AZ疫苗 整個就給毀掉了 那你說這個時候他怎麼會有把握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嗎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其實對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最好的解方應該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因為他本身的國家的政策 他就是要把這個疫苗 給那個沒有辦法買到疫苗的一個國家 給那個第三世界的 他本來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政策在 所以我台灣如果像他要的話 我們不是第三世界國家 我們也不是落後國家 我們是他的同胞 他一定會給的 他一定會賣的 這個沒有問題的 而且他的生產量就是要生產到 給這些地方去的 所以這個是目前來講 如果我們國家要拿到疫苗的話 最好的解方在這裡 可是我看很多政府官員在講 或是很多不管是綠營人士在講 他就講一句說 讓他們來了你敢打嗎 你敢打嗎 就一句話說我不敢打 那幹嘛要他們的疫苗就這樣講 可是今天陳時中他在這個記者會上面 他就給記者 回答記者的問題的時候 就回答了一個非常 我覺得非常好的一個答案 他說現在因為 這個中國的疫苗 文件上還沒有齊備 所以說原則上來講的話 我們在台灣的話 等到文件齊備以後 我們再買 你看他現在說 現在沒有買到中國的疫苗 他的原因沒有牽托到哪裡 沒有牽托到他效果不好 沒有牽托到他這個是 沒有牽托到他效果不好 沒有牽托到他那個 他這個我們有法規 是不能夠進中國疫苗的 沒有辦法這個法規 所以說原則上這兩個他都沒有講 那我們知道基本上他的效果不好 其實中國大陸的疫苗 他的效果基本上跟AZ差不多 我們現在要買的AZ差不多的 所以你講他效果不好 真的講不通的 第二個就是說 他這個 這個疫苗 我們台灣有法規不讓他進 這是在以前 因為他中國大陸 可能有那個賣血 賣血的人會有艾滋病 所以他中國大陸的血清 那個血液跟那個疫苗之際 他是不讓進的 可是問題是 你現在的時空 已經跟那個時候不一樣了 現在的疫苗哪有什麼血液 哪有什麼東西存在 所以原則上是都OK的 是 為了 以來 再有 畫畫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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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